初初接觸攝影的朋友 都可能會聽到有些師兄會說 這一部相機或者這支鏡頭 令到那件事很有立體感 但其實玩攝影為什麼要有立體感呢 又或者其實怎樣才可以做到有立體感呢 首先說一些很基本的事情 因為我們在現在拍片或者拍照的世界裏 大部分情況下都是在一個2D的平面上 將一些影像呈現出來給朋友看 其實在一個2D的畫面 就很難說實際有一個很立體的感覺 所以我們在拍攝的時候的前期 就需要用一些特定的方法 令到那件事拍出來比較上有立體感 今天我們就嘗試講一下一個很基本 怎樣可以做到有立體感的一個方法出來 當然立體感和相機鏡頭的質素都是有少少關係的 但是一個更加重要的因素就是光源 首先我們現在就看看一個沒有什麼立體感的例子 究竟是怎樣的 首先你現在看到這個設置 就有一隻相機的正面 然後在相機的正面 就有一支光管 就是一個正面的光源 這樣直打下去的時候 就會做到一個很平的光線 出來的效果就是這樣 你可以看到現在的效果 說得比較壞 就是和拍一張正件相片 真的沒有太大的分別 就是光線真的非常平 而且因為背景都沒有什麼層次的時候 基本上就真的好像一個平面一樣 你甚至乎真的完全分不到 就是主體和背景 原來其實是兩個layer 就是這樣 就算現在用一部畫質有差不多 Quality的FX3 再加1G728GM2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都可以覺得完全沒有立體感 為什麼用一個白色的背景呢 我就是希望沒有其他東西 去影響到大家的視覺 純粹集中去看一隻主體 究竟我們改變它的光源的時候 怎樣可以製造到那個立體感出來 剛才就看到這個就是 很沒有立體感的一個效果 如果我們現在再要有一個 比較立體一點的效果的時候 那可以怎樣做呢 就是改變燈光的角度 那現在我就開始把燈 一路將它的角度向 順時真方向動 那你就開始看到 這隻Ironman上面的 我們經常叫的面光 開始有少許改變了 如果真的去到非常質的角度的時候 你會看到它的輪廓是真的突出的 那現在在這樣的燈光角度之下 你會覺得其實都好像是立體感強了 那但是呢 又好像真的對比很厲害 那整個面又好像太黑了 那所以呢 如果你只有一個光源的時候 你可以把它再回一點點 去回一個這樣的角度的情況下 就會是比較立體得來 又不會太過眼 那但是如果你又想像剛才那樣 再硬一點的燈光之餘呢 又不想它的對比那麼大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做一件事 就是經常都說的補光 那就可以用一些白色的物體 這樣去到回一些的光 那這樣整件事的對比就沒有那麼大了 可能有些朋友又會覺得很奇怪 明明說著怎樣有一個立體感 但是講講一下又好像變了燈光教學 那樣 但是其實實際上 這一件事 在你就算用自然光去拍攝的時候 其實原理是一模一樣的 尤其是真的在室外 有太陽的情況下 因為你始終不能夠去改變太陽的方向 所以當你拍攝的時候 你就一定要靠自己去觀察光源 究竟在什麼的方向 就好像現在這樣 如果假設這一邊就是一個太陽的話 那其實你就會知道 在哪一個角度拍攝才可以真的有立體感 還有在攝影界裡面 有些言論暫時還是很人魂逆魂 有時候有些師兄會說 某支某支鏡頭拍出來沒有立體感 但是其實大家聽完之後 是可以再分析一下 究竟他當時拍完照片出來 他的光源究竟在什麼角度 是不是一個很靜光的情況下 拍完出來就覺得是沒有立體感 還是其他因素會讓他講這一番的言論 其實都是更加值得大家去研究多一點 希望大家聽完這一集之後 就會去再研究多一點 怎樣為之真的有立體感 究竟是鏡頭的因素 光線的因素還是怎樣 這次純粹在一個室內的環境 用一個很簡單的例子去告訴大家 怎樣可以做到一個拍攝人的時候有立體感 但是之後我們都會再去室外 等好天一點的時候 再去用一個真人去示範一下 不同的光線怎樣可以 有一個比較漂亮的面光 以及怎樣可以做到一個立體感 最後就是要賣一下廣告 就是我現在開了一條新的玩具頻道 如果大家真的喜歡玩具攝影 以及一些玩具開箱片的話 記得去那一邊去訂閱 就可以令我快點把兩條頻道分開 現在就不需要將很多的玩具影片 放在這個主頻道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一下